今天頭又回到我們臺灣 繼續來關心 國慶年到四天已經結束了 今天是開學正常上班上課 雖然有不明的人數 在社群北台的恐嚇 幫助說要在台北的 某一間九中發動大堂山 好好一間冠軍報警察 竟然今天會去學校改變 去為老蘇和學生的安全 在網路上有一間 沒有什麼的恐嚇法 裡面是誰說 在十月十六會在學校發動大堂山 這是他們去驚訝 好好冠軍在第一時間 我們報警察 網路上頭這個大堂 已經都拿下來了 警方已經開始調查 未來這幾天 警方都會派警察去學校加強順路 為了學校的安全